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减性不强的清洁品会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彻底洗掉 使得手部皮肤变得干干的更加粗糙 所以在选择清洁品时 应当避免选择减性过强的 选择含维他命B合比的产品叫温厚滋润 四 橄榄油加食堂和按摩可以制粗糙 随着脸脸增长 皮肤中的胶原和弹力素水平开始下降 皱纹出现皮肤失去的弹性 太阳暴晒更会加速皮肤衰老进程 严重时还会导致皮肤粗糙变硬 甚至出现皮肤癌 专家表示 利用家用橄榄油加食堂搓揉皮肤 有助于治疗皮肤粗糙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正式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